一人明星解约的情况越来越普遍,这次轮到王菊,在7月18日晚上,针对近日一段时间,部分互联网用户、自媒体、网络平台等大肆传播,王菊小姐并非营谋公司的独得签约一人,王菊小姐公开招募经纪人等诸多不识言论,特此通过微博发布公开声明。 声明宣称王菊小姐是我私独家签约的全约计人,签约期限至2026年1月30日指,并特此提出广大网络用户、平台、抵制谣言、微信吃瓜。 阴谋公司声明没想到第二天,当事人自己出来反批谣,7月19日上午,art王菊工作室就发出声明,这虽说是一份声明,但其实更像是一封解约的单帮独白。 王菊工作室声明,请以和泰娱乐法对声明的内容进行梳理。 声明中有很大一部分是阐述王菊的演义梦想,以及离开art英模公司,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。 还有一部分指出art英模公司对王菊定位的不符,工作计划的不符,以及目的是利用热度赚块钱。 但是上述的这些理由,都是感性的,是不构成法律范畴内解约的依据的。 真正构成法律范畴内解约依据的是声明的一下要点。 声明第三点,该点从签约过程切入,指出从签订的过程来看,并没有体现双方的真实意思。 主观上双方并无达成经济关系的意愿,也缺乏旅行经济合约的基础。 现在要求强制旅行长达八年的独家经济合约显示,公平。 王菊工作室声明第三点,请以和泰娱乐法认为,这是以意思表示瑕疵,来主张原经济合约无效或可撤销的操作。 目前的司法实践中,对这个点,法院支持的概率低。 声明第七点,该点从合约的实际旅行切入,指出客观而言,王菊与阴谋公司因为参与节目,而签署的经济合约尚未实质性旅行, 阴谋公司为经济合约旅行所做的准备工作和投入有限。 另外还把和腾讯签的三方合约拉进来,称双方与节目主办方的三方合约中规定, 阴谋公司不再行使王菊演艺事业经济公司的特项择之机权利。 王菊工作室声明第七点,请以和泰娱乐法认为,这是以为实质旅行,来解除原经济合约。 这个点,旅行证据阴谋肯定有,艺人合约的旅行,往往是对合约一周明文约定的双方权利义务部分的旅行。 通常经济公司需要旅行的是对艺人的培训、推广、商务资源投入等义务。 因母公司作为比较成熟的经济公司,从旅行这一点来解除经济合约,把握肯定不大,很明显。 如果诉讼到法院上去,法院支持合同无效,顺利解约的几率很低。 那么,如果王菊工作室执意要解约,就不得不考虑有合同违约责任的约定。 大方解约承担的违约责任方式如何?是违约金,还是损害赔偿责任,又无法责调款。 但是,从目前司法实践的判例来看,即使约定了高额的违约金,或高倍数的违约以罚的条款,法院也会综合考虑经济公司,对艺人严历发展的培养投入,宣传力度。 艺人作为引力艺人的知名度、影响力,可能给经纪公司带来的收益的影响,艺人未来发展前进和收入的确定性来确定最后的赔偿金额。 因此,如果诉讼,阴谋公司将会处于拿着赔偿金,却处于商业劣势的地步,这一点王菊的律师团队也很清楚。 于是,手握商机的王菊芳,在声明最后一段,还不忘向老东家强调,以最大的诚意,希望通过合理的补充安排弥补,可能给双方导致的损失。 本文尤其以和太娱乐法原创,传载性著名出处。